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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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造型的XT3確實殺出了他的一條血路 那今天就來介紹這台XT3 不過呢 現在已經有最新的XT4出來了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人來選擇這台XT3呢 我們現在在櫻哥老街 在實拍這台XT3 它的顏色表現 那其實我自己拿到這台也蠻興奮的 更何況是它 因為它從來沒有 它第一次有自己的相機 有壓 為什麼你 那我現在才能看到 就沒錢喔 就是因為種種因素呢 假如你真的有錢的話 你就不要猶豫XT4就對了 我們發現其實XT3在 今年2020年 它本身也是一台很棒的相機 那為什麼我們人說XT3是CP值最高的相機呢 如果我們直接看看它攝影的規格 你會發現它的差距不大 那它們同樣都是2600萬畫素的相片 那錄影呢都有4K60幀 而且呢就是10bit 420的內錄 那它的這些攝影功能幾乎都跟XT4 沒有什麼兩樣 那到底XT4升級的什麼樣 其實就兩個 第一個是鏡頭防震 然後再來是可能電池的續航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還有第三個 翻轉螢幕 對啊 但是翻轉螢幕就是看你有沒有需求 那電池續航我覺得其實還蠻有感的 其實應該這樣講喔 因為如果你是for專業需求 就是你自己工作上來說的話 我們本身就算是XT4的電池 可能對我們來講也是燒錢不夠 所以我們本身就會外接一些假電池 就是外接的攝影電池 所以這部分是還好 然後再來是我又不像youtuber一樣 就是要翻轉螢幕 翻轉螢幕可以自拍是蠻有朋友的 那當然這一切的考慮都是因為 沒錢喔 因為其實現在的水貨 XT3竟然只要兩萬六 兩萬六千多左右 那XT4的水貨要四萬 那相較之下 這多出來的一萬多塊 我可以買一顆鏡頭 在價格的差異下 能夠拍出差不多數值的影片或照片呢 就會讓我覺得 我實在是沒有必要升級的XT4 那我寧願投資鏡頭嘛 對不對 那在自動對焦上面XT4其實 是有進步的 它在連續自動對焦上面是比較強的 不過我們的需求 其實不太需要自動對焦 因為在錄影片的話 其實還是以手動對焦為例 那這個方面就完全不需要 所以還是XT3這邊 天上一筆 那我們現在在英格老街 來看看它實拍的效果 XD3和XD4呢 它的感光元件呢 都是同一片 也就是XT3的 第四代的一個感光元件 還有第四代的處理器 所以呢他們的畫質呢 基本上沒有直的區別 那富士讓我們非常驚豔呢 就是它的錄影能力囉 它可以錄製4K60幀的 10比特420的內錄 那你要知道 10比特的顏色呢 比8比特 像我現在在錄製的就是用A73 它錄製的是8比特 8比特它的取樣色階 大概是256階 不過呢 10比特呢 卻提升到了1020階 哇 那個差距之大 你就知道了 它可以產生出更 它可以擷取到 更細膩豐富的顏色 在色塊與色塊之間 它的過度會更自然 那一種就像是4比特的 到2013階 都能夠修的 嘛 現在就知道 就像是8比特的 1比特的 1比特的 有一個有限的 1比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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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台 XT3就是我們的選擇了 在這邊分享給你們參考 那假如你需要翻轉螢幕 你需要防手震 那你也需要更大的電池 那 XT4顯然是更適合你的 那最近新出的那台XS呢 我就覺得造型是還蠻醜的 以富士的標準來看 而且它還少了4K 60幀的錄影能力 那有稍微嚴格一點 不過它仍然有防手震 那我不推啦 如果你要買那台 就買XT4就好了 何必選那台 有點折衷的機種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那我是TS柯柯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